上次講到靈一通望著墳光十六郎寫的詩句,一時之間是又慚愧又內疚啊。 倫老太爺說,唉,你看看他寫的詩句,十六郎對你的詩戀,真是廣闊如海,眷念如山啊。 哦,老太爺啊,十六郎的心,我是知道的,不過,不過通制僑伴所示前身,我沒辦法抽空出來嘛。 日通啊,才子的宏大心願,奴夫都略知一意。 不過,成家立室,那是男兒的人生大事,怎可以置之到外呢? 請所謂,在天願作比翼了,在下願為連理之啊。 日通啊,日通啊,你千萬不要辜負十六郎對你的愛慕啊。 倫老太爺說到這裏,腹白手捧著托盤走進來,托盤上放著筆墨紙張。 一看得到筆墨紙張而已,輪一通就頭鱷尺了。 他心想,不用說,又要我寫承諾書而已。 於是,於是他就誇張了。 啊,老太爺啊,那是…… 哈哈哈哈哈哈,才子,請啊。 啊,請,什麼事啊? 簽字咯,簽,簽什麼字啊? 呵呵呵呵呵,正所謂,無媚苟合,婚姻不淨啊嘛。 你和十六郎的婚事,老夫既當媚人,又當爹娘。 今天,我要和孫女婿定下婚約盟婿,日後,你我雙方永不反悔。 不行,老太爺,千萬不要,晚生我…… 怎麼樣,才子?有什麼事? 晚生,仲任在見,還有很多事,仲未做完。 嗯……老夫甚至年輕可惠,決心將通制僑伴一番裝扮。 此通制天下之大志,實在令人驚重。 不過,只是靠著才子手中之筆,以及那三名無知婦人,又豈能實現才子之灰煌大計呢? 正所謂,忽然一夜清香法,散作乾坤萬里香。 只要才子成為我倫某人的孫女婿,老夫就可以將通制僑伴,放完數里之地賣了下來,歸你所有。 到那時候,落水兩岸,就由才子來主宰了。 咋 RICHARD愛你好從,哈……鐵牙, 多謝老太爺的心情厚移, ц . 仲義氣,何用錢都為, 萬輩 只是想用自己的身心 開拓前程, 敬盼前輩體諒。 才子, 你又何須推堂呢? 你和我家十六郎 本來就是天生一對, 正所謂天賜良緣, 应该珍惜珍重, 像不像? 這個時候, 靈日通真的想將自己 和李彩蟬的婚事 告訴他。 但是一想, 不行的, 現在老人家正在病中, 如果激怒他的話, 不利於養病的。 想到這裡, 他又將想說的話 吞回肚子了。 老太爺, 晚生還要和十六郎商量的, 不如這樣吧, 這件事, 等晚生見到十六郎之後, 我們再重場計議吧。 哎呀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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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這個年輕人, 幽油寡斷, 怎能夠成大氣的? 哎呀, 一通呀, 你真是令老夫失望, 才子不能夠這麼不仁不義的嘛。 哎呀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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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一通的內心受到了衝擊, 他沒有理由再申辯, 亦都沒有任何的借口來拒絕, 他只是想立即離開這個陰森暗淡的寵室, 但是, 在這樣的情況下, 又無法脫身了。 忽然間, 外面傳來了人聲吵詐, 伏伯進來稟布說, 老太爺, 十六郎又在表姨家喝醉了, 親友用繳將他送了回來呀。 知道了, 你出回去了。 令才子, 我的外孫女搞成這樣, 就是因為你呀, 你又於心何忍呀? 靈一通默默地走出後廳, 見到墳江十六郎爛醉如泥, 緊閉雙目, 不斷地伸任。 這個時候的墳江十六郎, 又怎麼知道, 他日夜思念的情人, 正站在自己身邊呢? 仲親友手忙腳亂地, 將墳江十六郎抱入房間之後, 幫他蓋上錦皮, 又敷蓋熱水毛巾。 靈一通並沒有跟著那群人, 走入墳江十六郎的房間。 但是, 就好像一支吹滅了火焰的蠟燭一樣, 呆了, 站在門口。 這個時候, 他是心神混亂, 眼前昏花。 那兩隻腳, 就好像灌滿了圓一樣, 在地上動也動不到。 外面, 響起了一陣一陣的敲門聲。 福伯打開大門, 原來是蝦姑, 咦咦咦咦地撞進來。 他來到靈一通的面前, 伸手抓住靈一通, 拉住他, 說要他馬上回家。 靈一通問他, 什麼事? 蝦姑舉止神秘, 有時是指入牆, 有時是合兩隻手掌。 靈一通猜測, 一定是豪鶴祥出了事了。 就答應他, 盡快趕回去通制僑伴。 跟著他就轉身來, 走入倫老太爺的寢室, 向老人家愚實稟布之後, 就匆匆告辭。 倫老太爺很生氣地看著他, 既然你一定要走, 那你就走了, 我家裡留不住你。 不過, 我剛才跟你提的事, 你回去就認真地思考一下。 盡快答覆我吧。 靈一通帶著複雜的心情, 來到通制僑伴。 李彩蟬見到靈一通回來了, 很高興地叫他回到店舖裡。 風車婆已經在店舖裡等候著靈一通。 在風車婆的面前, 擺著一個長方形的銅柱的盒, 盒裡裝著一筆古籍, 而古籍外面是用幾重厚厚的納紙包裹著的。 當靈一通走入店舖之時, 風車婆就打開銅柱的盒, 在盒裡拿出那筆古籍來遞給靈一通。 靈一通接個古籍一看, 是一策手抄的衣書, 住於明代永樂八年, 書名叫做《奇政世診》。 書中, 除了論述三步九後, 二十八脈和狀虎各疾患之外, 著重長變了龍、啞、盲、 癱瘓等等奇難雜症, 並列出了醫治郭靖的針灸月位和配方。 靈一通翻了一下之後, 就很驚喜地說, 咦? 這本書怎麼來的? 風車婆就說, 就在蠔殼牆挖出來的咯。 剛才幾位泥水工長, 用鐵稿挖進蠔殼牆的底部, 咳咳聲, 大家就放下鐵稿, 用手撥開蠔殼和灰泥, 發現了裡面, 藏有一個鑄童的盒, 拿出來, 就看到這策書咯。 哎呀! 這策陳家古籍, 和扁將華佗張仲景的默診論說, 以及王叔和的默經, 李時珍的貧湖默學, 李宗子的陳家靜眼等等論著, 有異曲同工之妙啊! FM946, 珍愛五百金莊劇場, 五百日的聽覺精彩。 風車婆和哈顧聽到財子的讚語, 馬上就精神振奮。 儘管他們對財子說的話並不理解, 但是都知道, 是一刀貴重的醫書來。 大家反覆地議論, 議論來,議論去, 始終都不明白, 這本書為何會埋藏在這些蠔殼場裡面呢? 這件事, 直到現在都仍然是通濟橋的一個謎。 李彩禪說, 這本醫書既然這麼珍貴, 為何不送給歐大夫呢? 將這本書留在店舖裡面, 就埋沒了它咯。 靈一通說, 是呀! 這本古籍, 如果到了歐大夫的手上, 歐大夫細細研磨, 那他的醫術就一定如如得水, 如虎添翼了。 風車婆和哈姑都十分贊成李彩禪和靈一通的說話, 並且提議馬上就送去歐大夫。 豪學小屋已經全部拆除了, 建造良庭的工程, 就要著手進行。 靈一通的事務也都越來越繁重。 奇政百診這一刹古籍, 就交由李彩禪送去歐大夫醫館。 李彩禪來到醫館的時候, 歐大夫剛剛出去了, 見到一位英姿勃勃的年輕人, 走出前廳來迎接他。 請問姑娘, 是不是你想找歐大夫? 哦, 是你呀! 少爺請安! 又來了! 是的! 歐大夫出去了, 請你進來坐一會兒。 啊! 多謝了! 少爺, 你…… 其實李彩禪已經認出了對方, 只是那一天在街口營救自己的人。 不過, 見到是年輕人, 一時面紅又說不出話來。 那個年輕人見到他之後, 其實也認出了他, 所以就笑著說, 啊! 啊! 區區小事, 何足掛此啊! 啊! 那天, 如果不是遇到少爺, 小女子真是不堪設想啊! 啊! 姑娘, 不必記掛在心。 破鏡不改光, 難死不改鄉啊! 啊! 建議勇為, 應該是當今少年的本分來的。 啊! 請問姑娘貴姓啊! 啊! 啊! 少女子姓李, 名彩禪, 啊! 少爺是…… 本人姓歐, 叫做家傑, 是歐大夫的內臣。 啊! 彩禪姑娘, 請坐啊! 李彩禪坐下之後, 家瀑就向兩個人奉上冥茶。 歐世傑坐下之後, 就談起了自己的身世了。 李彩禪被歐世傑的故事深深地吸引, 公公敬敬地聽著對方的每一句話, 一直到歐大夫回來了。 歐大夫見到是李彩禪, 立刻走上前來興奮地說, 哎呀! 歡迎彩禪姑娘大駕光臨! 真是不好意思啊! 歐大夫還未向一通財子謝恩呢? 李彩禪站起來很謙虛地說, 歐大夫太客氣了, 大夫是靈一通的救命恩人, 萬輩應該感謝大夫就真的。 哈哈! 哈哈哈哈! 彩禪姑娘過獎啦! 歲至本醫館, 自從掛起那幅華圖畫像以來, 名讓四香, 前來求醫的人越來越多, 老夫就只好要自己的兒子留下幫忙啦! 哦! 那又不是的, 講到尾, 都是歐大夫醫術高明而已。 李彩禪一邊說, 一邊打開布包, 拿出那本古籍來, 獻給歐大夫說。 歐大夫啊! 這本古籍, 是一通托我來送給大夫的, 請少納。 歐大夫雙手摺過古籍之後, 馬上倒下頭來翻絕。 歐世健看了看古籍, 覺得好奇妙咯。 就問李彩禪這本書的來歷。 李彩禪將他發現這本書的過程講出來。 歐大夫並沒有出聲, 他是一直倒下頭來, 看著那本書的內容。 直到李彩禪告別了, 歐大夫才惡高頭來說, 哎呀, 真是稀奇玄妙啊! 這一刹古籍, 堪稱世間奇寶。 哎呀, 彩禪姑娘啊! 回去之後, 千萬代我多謝一通才子。 啊! 老夫那天一定前往拜會, 今天就失賠先。 我要先賭為快! 啊! 先賭為快! 哈哈哈! 彩禪姑娘! 萬行! 萬行! 歐世傑呢, 就很客氣地, 將李彩禪一直送到出大門口外面。 在通制僑半, 梁婷就開始動工了。 崑典梁柱, 蓮花托, 大鯉石, 青磚, 還有泥灰等等, 也陸續運到了工地。 工地的四周圍, 遊人如跡, 四方鄉民知道這裡要建造梁婷, 都走來觀看。 大容樹下, 懸掛著一幅白布彩圖, 是靈一通繪畫的梁婷圖樣, 引來了不少遊客, 觀賞品賞。 靈一通真是夠忙了, 夜以繼日地應酬著建造梁婷的大小事務。 這一日清晨, 靈一通正在工地打點, 一座四人台的大轎, 在他身邊停下來。 歐大夫, 在轎裡走出來, 二話不說, 極悴一聲, 就向靈一通跪下了。 一通才子, 你是老夫的恩人, 你是老夫的北斗啊。 老夫, 在這裡, 向你下跪, 請你接受老夫一拜啊。 啊? 歐大夫, 你, 你…… 靈一通見到歐大夫向自己跪下叩頭, 非常之驚惡, 立刻萬帝要來扶起歐大夫, 哎呀, 歐前輩, 你, 你嚴重啦, 你嚴重啦。 一通才子, 老夫並非嚴重啊。 才子為老夫, 潰壞了華陀畫像, 令到老夫的衣館是滿堂生輝啊。 才子送來了稀奇的古籍, 老夫的衣術, 定必流曾更上。 才子恩重如山, 老夫感激不盡啊。 靈一通就說, 哎呀, 哎呀, 你不要再提華陀畫像啦, 那些是滿身報答前輩的心意啊。 至於那一刹古籍, 是風車婆婆的全家之寶, 也不是滿身的功勞, 你不要拜我, 不要多謝我啦。 這個時候, 風車婆又遠處走過來, 歐大夫一見到, 立刻就衝上前來, 揭及一聲, 又向著風車婆跪下, 將風車婆嚇到, 哎呀, 大叫了一聲。 靈一通向風車婆說明了一切, 風車婆這樣才明白過來, 她用手扶起了歐大夫說, 哎呀, 老虎盲字都不識過的, 留下那一刹古籍, 即是牛召茅丹的。 再說, 這本書, 是夫家祖先的全家寶來的。 但是, 如果說起來龍去脈的話, 其實, 我也不清楚不明白的。 老實說, 如果是祖宗顯靈的話, 我相信, 他們都希望歐大夫, 能夠發揚光大, 更好地祭世救民。 歐大夫就激動地說, 你不知道, 老夫年一來, 是連續讀了多次, 得亦非淺。 請諸位放心, 老夫一定將這本書發揚光大, 造福於民。 。 好了, 再過沒多久, 通制僑伴的良庭就會建成了。 靈一通和李彩蟬, 也都要拉近天槍, 正式情親的了。 。 不過, 凡事有喜, 亦有悲。 消息傳到了鄰府, 焚光十六郎悲痛欲絕, 竟然做出了傻事勵。 這件事究竟是怎樣的呢? 我們明天再說。